最後再講一些RL的一些其他的資訊 就是剛剛Value-based跟Policy-based跟Actor-Critic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邊就是一些什麼model-based啊 讓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就是趕快把RL這個topic在這邊結束 那麼記得Value-based就是Learn-Critic Policy-based就是Learn-Actor 所以Actor-Critic就是中間就是有Value也有Policy 前面我們會一直提到有一個叫做model-based的方式 它其實現在非常的不流行 因為並沒有說有很好的效果 大概知道一下它是怎麼做的就好了 model-based的概念就是我希望能夠學這個環境會做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我說我知道對手會怎麼下棋的話 我就可以藉由先想想看對手會怎麼回 然後去決定我要怎麼下會比較好 所以概念有點像是這樣子 所以等同於我就是希望能夠估計 就是我希望model的資訊就是 這個state做這個action之後會進入某一個s.prong它的幾率是多少 這就是環境做的事情嘛 剛剛你在Policy Gradient其實也看到這個是你不能控制的 這是環境自己決定的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model去學環境怎麼去做這個決定的話 有可能可以比較好對吧 因為剛剛我們是不能控制那一塊我們就不管它了 那現在是如果說這個環境其實是可以被model的話 那它有可能會變成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邊是我估計下一個state會進入哪一個state 然後接著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要估計每一個時間點reward會出多少嘛 所以一個是state transition一個是reward 那這些都是環境決定的 所以我們去model環境的那些 所以目的剛剛說了我們目的就是學到這一個環境怎麼去做transition的 所以我們在做action的時候我們會先去偷看之後可能會得到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概念上來講就像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我做某一個動作之後可能會進入哪一個狀態 不然以此類推 然後你腦中可能會有一些預想的畫面 那其實就是你腦中在做model based 就是你在做planning 所以說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的話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model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往右之後 你根本腦中沒有這個想像 所以你沒有辦法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也沒辦法先去推測之後發生的事情來決定要做哪一個action比較好 對 那如果是model based的方向 它目標一樣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maximize 這一個去model這個環境的準確度 就是這個環境它的好壞 所以剛剛一開始也提到就是 model based的方式其實是有點難做到很好 就是到目前為止沒有非常特別的成效 大部分在atari game上面其實都是稍微有點fail的 那他們有一些解釋是說 因為有可能比如說像actor critic 它其實有點是 原本就已經包含我怎麼去學後面這些資訊會怎麼發生 所以它其實也有implicit model到環境的互動 所以如果你在額外的去model環境 所以可能不一定得到特別多好處 所以並沒有什麼improvement這樣 所以好 那model based的方式其實是很困難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你的transition 你要model這個state的transition 如果你是model的這個transition不好的話 你是不是有可能導致你整個transition 整個就是爛掉了 所以你其實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error 其實你都會probably給到影響非常大 而且你這一個transition 你在RL的過程中通常都會很長 所以你越長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中間越有可能出錯 所以你最後就會 也會導致這錯誤的transition 以及錯誤的reward 那剛剛也提到了 大家覺得可能現在 不管是policy-based或value-based的方式 其實有implicit去做planning的這個資訊 所以你額外的去model環境的互動 可能不一定代表有什麼好的效果 那概念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如果我疊一層的layer 你可能就是在猜測下一步他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疊了10層 那你就好像已經去plan之後 未來的10步的資訊 所以你可能疊很多層 可能就implicit包含這樣的資訊 好像不需要額外用一個bonnel-based的方式 就是來給你這個環境互動 就是讓你可以look ahead 因為我們覺得可能疊了N層 你就可以look aheadN步的感覺 就是他已經model到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在下圍期的這個方式上面 他其實是有做一些simulate 然後去比較用model-based跟用NN 然後他們之間performance上面的差異 然後他發現你用12層的CNN 去預測下一步exper要做的動作 他其實跟你直接去做planning 然後看105步之後的結果差不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其實你12層 他可以model到的資訊量其實是非常非常充足 所以你如果學一個model-based approach 然後去讓他可不可以look ahead 那你可能要能力到超過可能幾百步 可能才有額外的效果 因為12層可能就已經可以達到等同於你偷看 往後看100多步的結果一樣 好 那RL上面其實有幾個議題其實是大家都會一直討論的 譬如說這就是沒有什麼結果 譬如說learning跟planning 這兩件事情在decision making的framework裡面 如果我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不是我可以假設我的環境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做的 就有點像是我現在玩一個遊戲 我不知道它怎麼玩我一開始就亂玩 然後我經過許多次亂玩後的結果 我就得到一些signal 然後我漸漸會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 但是你做planning 你其實是假設你知道這個環境的互動是怎麼樣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預想可能的狀態 然後再去決定你要怎麼去做預測 所以這兩個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reinforcement learning就是 Agent就直接interact跟這個環境互動 然後得到結果 然後再讓這個結果來 帶著你要怎麼去做學習 那planning的話就有點像是利用一個 predict之後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利用這個資訊來當作是你的feedback 然後決定你怎麼做動作 對 那在Atari game裡面 大部分的情...就是你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跑大部分的情況其實就是不用假設 你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 所以你就直接丟進這個network裡面 就讓它亂玩 一開始就initially就亂玩一發 那它可能就會漸漸學到了 所以就直接從這個interactions裡面去學 他們的參數到底要怎麼做改變 所以就像是我要決定我要怎麼做搖桿的控制 然後可以maximize這個分數 它可能根本就不用管 欸這個遊戲到底是... 設計到底是怎樣的 那planning就是像剛剛說的 我會預測先想好 做某一個動作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這感覺...可能我覺得比較像... 比較複雜的那一些遊戲 比如說下圍棋 你可能就原本就會... 預想說你下這一步棋之後 對方會做什麼事情 就你並不會像AlphaGo一樣 不管它... 就是直接告訴你說每一個位置 它的value是多少 你其實腦中...人好像不是這樣思考的 人可能是會先猜測一下對手之後 可能會做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你不會特別去想說 欸每一個位置它的value是多少這樣 所以... 這邊就是做planning需要考慮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在這個state上面做這個action 下面會經過哪一個state 以及我會得到多少分數 好... 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 exploration跟exploitation 他們... 這兩個字... 一個就是... 嗯... 探索嘛 那另外一個字就是... 類似利用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reinforce learning很像是一個... trine error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一開始讓它亂玩 然後我從亂玩裡面... 會得到一些signal 那你還記得嗎? 我們中間是不是說 我們要鼓勵它做exploration 就是鼓勵它去看... 它沒有嘗試過那些action嘛 可是如果... 它太勇於探索了 都不好好的用我估計出來 比較高的那一個value... 的那一個action 那好像也是一個... 有點廢的agent嘛 那我要怎麼balance... 探索的能力以及... 好好利用我估計出來這個value的能力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又希望它... 有機會去探索新的 但是你又不希望它... 太過... 嗯... 太過鱸莽 就是不管你原本估計出來的這些... 比較高的這些action 所以要怎麼樣平衡這兩個其實是... 沒有一個好的solution 就是只能trine error來做 好...所以到底什麼時候要探索呢? 就是比如說5%幾率還是我要怎麼樣去鼓勵它去探索 或者是就完全直接greedy 就直接根據我估計出來的那個你就直接做動作 沒有看過就算了 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可能有一些scenario說不定比較好也不一定 對... 那exploration它的重點就是希望能夠... 找到更多的資訊 因為你有可能有一天你沒做過的資訊 沒做過動作它其實非常的好 就是那條path你根本沒看過 所以你不知道 那如果是excitation的話 其實是希望能夠利用已知的資訊 因為你已知你可能知道這幾個... 總共10個action裡面 可能這三個已經看過了 然後你已經評估說第一個action還不錯 那我可以直接就採取第一個action 而不需要去探索剩下7個還沒看過的 對...所以這兩件事情其實都非常重要 那要怎麼平衡就非常困難 那最後講一個比較特別的RL上面的應用 那它不像是一般interaction這種environment 那它像是一個unsupervised model 只是它用RL的framework來去做learning 那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利用這種RL的framework 去做一些原本直覺想不是RL的事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基於原本的Way embedding 它是只能model單一一個語意 所以我們希望apple它在不同的句子上面 有可能代表不同意思 那我們希望能夠自動的學到它應該要對應的這個sense level的imbedding 好,那如果我們沒有任何label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就把它想成是一個RL的framework 我看到這句話 對於裡面的每一個字我都要去做sense selection 以這個apple為例 我要對這個apple去選擇它的sense 所以這邊是一個decision making的framework 就是我要選一個action 就是你到底是apple1還是apple2呢? 然後我選完之後 我是不是會利用選出來的這個sense 然後我就可以經過skipgram去學它的imbedding 那現在這邊的imbedding就不是我imbedding 就變成sense embedding 那我怎麼知道我現在要怎麼做這個decision 是不是需要有一個reward來告訴我說 這樣decision到底好不好? 那reward怎麼來呢? reward其實就是基於這個對應的這些 這個imbedding它們之間你選完之後 比如說apple選到第一個apple1 blackberry選到blackberry1 或者是sony選到sony1 它們之間的collocation likelihood來當成你的reward 所以你就可以用它當成是你做sense selection的update 所以你下一個時間點你就會選到比較好的sense 為什麼? 簡單的想一下 如果說這邊有兩個sense 一個是水果的apple 一個是公司的apple 如果你選到水果的apple 它跟比如說它旁邊這個word company 你覺得company跟水果這個word 它collocation likelihood會高嗎? 應該不會嘛 所以這個reward就會有點低 所以它之後就可以因為這個reward 然後就改變它的選擇 變成是它會選擇 欸?apple2可能在這個context下面 它的機率應該會比較高 所以它就會漸漸選到是公司的這個apple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blackberry也是一個multisense的字 因為它也可以是黑媒或者是黑媒機公司這樣子 所以概念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用q-function來model 看到這些context選這個sense它的value 所以我們可以用policy-based或者是value-based approach 都可以 那formulation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要估計的q值 就是given現在的context 我選這個sense的機率 然後我們會根據選出來的這個sense的identity 就是這個z 然後去看各對應的這些sense 它的collocation likelihood是高還低 如果是高的話 就當成它的reward是高 然後去update你選sense的這個module 那你的likehood其實就是skipgram 那這邊就是skipgram的objective 只是它是在sense level的 sense level的embedding 對 做法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的data裡面我不用任何的標記 我random sample兩個collocation的字 然後兩個字會各自做它的selection 但這個selection module是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function 放進去以後它會跟我講說 哪一個sense的機率比較高 然後我就會看這兩個sense 它們的collocation like ahood 然後如果是高的話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sense selection 如果低的話它就會調整 然後讓它去選到其他的sense上面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用rl 然後做在這個unsupervised的task上面的 有點像是wainbed 但是它sense embedding的一個延伸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它寫出來的 比如說這個type 在這兩個contact上面 這個其實是分數接近這樣子 所以呢它對應的字就是有分數 就是0比0啊接近 然後這邊是一個圖示 那這個type其實就是領帶嘛 所以它對應相關的這些字就是跟領帶相關的 那blackberry也是一樣 像這邊你就會發現這邊的是有cranberry啊 那這邊就是有smartphone等等的字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圖像畫 像alpha這個字 竟然它除了當一般就是數學上的alpha 它在data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餐廳叫做alpha 然後它也學到alpha要選到那個不同的sense上面 所以你看這個alpha它有些什麼outdoor 那directional這個字它在裡面它會學到它有物理上面意義以及數學上面意義 所以它對應的這個相關的這些nearest neighbor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它會把它你visualize後你就會發現它可以自動分開它不同的sense 所以還算蠻有趣的 那最後這個就是一個openAI的dream 它就是提供你非常多RIL的環境 就是各式各樣的遊戲 有一些就是非常的困難 那大家也可以去嘗試看看能不能夠突破人類的能力這樣子 那它environment就已經設計得很好了 那你就只需要input進去 你就可以自己把你的agent裝上去 然後讓它亂玩一發 然後就可以去update你的agent 然後看看你有辦法玩得好 就是每一個遊戲你都可以嘗試看看 好,最後做一個總結 剛剛說的value-based,policy-based還有model-based approach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value-based跟policy-based 就是你作業要做的 那當然有各式各樣的improve的版本 其實都不難 就是input上面其實都還算蠻簡單的 那actor query就是中間這一塊 好,那在就是deep mind覺得啊 就是RIL就是有點像是你人在環境 就是真實的世界中做各式各樣的decision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它希望能夠透過reinforcement learning跟deep learning 然後達到就是AGI 就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而不是只是只會做特定的一件事情 希望它能夠很general會做各式各樣的decision making的事情 好